字幕采到我们 nodig yearning 词曲自演如何的 诗慧菩萨大德 大家好 现在是指我们睡梦的时候 旧的一年即将过去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在过去三年多时间 这疫情影响大家非常的大 还好我们三宝家批 在我们这边 大家还能够过平平安安 幸福的日子 所以在睡末之际 我们内心非常的感恩三宝的护念 菩萨的庇佑 三宝功德非常殊胜 我们了解佛菩萨的慈悲心 悲悯心 就是要带领我们众生 离苦得乐 菩萨绝入之后 一直在激进众生 让众生有了正确的资敬 行走正确的行为 然后走向菩提大道 人生是蛮短的 一下子过去 但是我们希望 每个人都有非常幸福的人生 能够从内心感到那种喜乐跟自在 人多行善 就能够有好的善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如果有种种不好的情况 我们就把它以佛法精神去除掉 把它改掉 在未来的一年 新的一年当中 能够建立正确佛法的资建 佛法跟我们讲 世间都有它的因缘 都有它们的因果 所以我们不要去怨叹 世间 不要去怨叹环境 而是要用积极进取的心 来行善 来利益众生 服务人群 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活出光辉 活出爱心 活出喜乐 能够了解 心能转进 向谁心转 只要我们 有了好的观念 念头行为 就会给我们 带来制造 幸福 美好的人生 所以 我们应该相信 只要 人人 多行善事 多用真心 跟大众 和乐相处 心能转进 让我们的内心 成为一个美好的世界 乃至是 净土的世界 我们希望祝福 所有 世间的众生 平安喜乐 美满幸福 让这个疫情 早日离开 让所有 因为这疫情 得病的众生 能够 恢复健康 因为这疫情 而往生的众生 能够到 最美好的 地方 我们希望 世界上 不要有灾难 世界上 能够远离战争 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秉持好的念头 能够让我们 以这种佛菩萨精神来带领我们 能够让一切都能够和平和乐 世间 旧事 转成美好 远离灾难 病苦 没有战争 能够 让我们国家 能够风调雨顺 能够长治久安 人人 安居乐业 幸福美满 家家和乐 人人 快乐 让我们 能够 有 好的念头 来成就 我们 美好 幸福的未来 在这边 祝福所有 我们的菩萨大臣们 都 平安喜乐 新的一年 快乐 美满 谢谢大家 各位生命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送走了 可以这么讲是有点多灾多难的虎年 那我们现在迎来了兔年 我相信所有全世界的人 任何宗教信仰 大概都在希望着兔年温柔一点 那是不是迎来一个温柔的顺利的全金崭新的一年 我相信这种渴望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合理的 不过呢在这个新年当中书还是不免俗的 除了祝福诸位 新年愉快 未来新享受成 家庭美满 那事业成就 身体健康 固然我也是来祝福大家 但是呢 我相信刚刚所说的这些一切如意 这个所求如意这些事情 都不离开 还是佛教徒最清楚的这一面修心 那么因此呢 我在这里也要 在祝福之外呢 希望观众都一起能够了解到 光有一个渴望 并不足以保证你迎来一个愉悦的兔年 应该是说我们要有所准备 那什么样准备呢 就是新年一时啊 这个道场都有在拜灿 我希望有好的缘 好愿 收好人 招感好的人士 应援 有的好的人士 应援 有时候不必太担心说共业好不好 我们说世纪 世纪好不好 世纪这是共业 但是呢你有你的别业 别业来自于哪 来自于你个人的努力 以及个人的愿心 愿心在努力之前 回向着努力之后 所以诸位呢 我就教诸位啊 新的一年要先发愿 发善愿 那么什么样子的善愿是最好的呢 就是上求佛法 下化众生 那或许我们在家人 除家人讲话 在家人就是什么呢 随缘随利的利益众生 随缘随利 我没叫你一定要打走脸充胖子 这个过年的时候呢 你有那愉悦的过程当中 你要想得到说 哎呀 有人可能没有我那么幸运 希望那些没有我那么幸运的人呢 我今天的愉快能够多分给他一些 你只要心里这样想就可以 你说这样有用吗 啊 会不会化饼充饥 不是的 这是在与内心里头栽培 去考虑到别人 当你自己快乐的时候 懂得考虑到有辛苦的人 光这样都不容易 这就是一种善的功德 那么你接着再说 我的愉悦呢 我都希望能够分享给这些 还在这个辛苦挣扎的 你在过年当中 甚至过年之后 你养成这种习惯 我告诉你诸事吉祥 所谓的美好的兔年呢 应该离你就不远了 那么最后呢 在这个兔年当中再继续的 师父呢 还要再多多的建议诸位 除了这样观想以外呢 还可以啊 实时上面随力的去做一些 供养三宝 或者是 救济穷人的事情 那么在饮食方面呢 要尽量的以 环保不杀生为原则 这样子一切的吉祥呢 都会在我们旁边 虽然这些吉祥 最后也不是我们自己受用 我刚刚说了 一切的善法 都回降给法界众生 要这种想法 那么这样子 我相信兔年的美好 应该就离你不远了 这是我师父呢 给大家的祝福跟期待 阿弥陀佛 诸位大德菩萨们 今年2023年 新春衣食 这一年 我想我们大家在修行上啊 应该要好好地把握时间 来对我们修行 能够有所帮助 在这里啊 来跟大家相互勉励一下 我们都知道 佛陀祂是大慈大悲 没有一个众生 祂不希望能够能够救度我们 进入最后的成就佛道 祂有大神通 大智慧 大慈悲 如果说今天 祂真的能够靠祂的力量 就把我们度脱了 了生脱死 能够成就佛道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 那是因为佛陀的智慧 祂不能够给我们 那佛陀也不能够破因果 今天要怎么修行 要靠你自己 你自己不老实地修行 佛陀再有能力 祂的福报再大 祂会给你福报 但是祂没有办法给你智慧 没有办法给你功德 那这一部分要靠你来好好的老实修行 那今天我们有这个因缘 大家在这里 我们未来的一年 我想提出一点个人的一点心得 来跟大家相互的勉励 在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时代 魏陵宫 魏陵宫啊 他一个小国家 魏国了 小国家 有一天晚上 他跟他的夫人 面对面的坐在那个地方 在古代啊 在古代啊 来讲 他们有一个礼节 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也好 大臣也好 经过这个魏陵宫的宫殿 的大门前面的马路 他必须要下车 乘车就要下车 乘马就要下马 当时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 老远就听到有一辆马车 哒哒哒哒 从远到近过来了 到了这快到门口的时候 这声音停下来了 停下来以后呢 就没有声音了 过了没多久 过去以后 又听到这个呢 这个车子啊 哒哒哒哒的 要离开了 离开而去了 这个时候魏陵宫啊 就问这个她的夫人 她的夫人叫做男子 就问她说 你猜猜看 刚才从我们门前经过的人 是谁 她说 这个夫人就说 我认为一定是 我们国家的闲城 瞿博玉 魏陵宫啊 不相信啊 因为她都不晓得 那个是谁啊 那她的夫人说 一定是瞿博玉 魏陵宫不相信 马上派旁边的魏师 叫她跟她说 你赶快去看 那个是谁 这魏师马上就跑出去啊 去追啊 回来以后啊 就跟魏陵宫讲 没有错 是瞿博玉 魏陵宫感觉没有面子 她都搞不清楚 这个夫人那么聪明 为什么能够猜得到 一定是瞿博玉 难道不是别人吗 魏陵宫不好意思 她说 哎 夫人你猜错了 不是瞿博玉 这个夫人听到了以后 男子夫人听到以后 马上 争了一杯酒 然后拿回来说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哎 这个魏陵宫说 贺喜之友啊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呢 她说啊 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闲城 叫做瞿博玉 这个闲城来讲啊 她是非常的什么 她是表里如意 做任何事情 她不会表面做一套 背后人家看不到的时候 做一套 她是表里如意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今天晚上 这个经过这个马路前面 没有别人看得到 那她能够按照我们 国家规定的礼节 在了君王的这个宫殿门前 她会什么 乘着马车 她会下来 然后什么 走过去 走过去之后 才会再继续的骑马 乘车 那在我们国家 我认为只有瞿博玉 做得到 只有她一个人 表里如意 老老实实的 做得到 别的人我不知道 这个时候 你君王刚才跟我讲说 不是瞿博玉 那就表示说 我们国家除了瞿博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跟瞿博玉一样 能够做得表里如意 老老实实的 该怎么做怎么做 不会因为别人看不到 他就有另外一套出来 所以 那我们国家有两个先程 对我们的魏国来讲 是一个大的好处 大福报 对你君王来讲 也是一个好的福报 所以我要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这个魏林公一听完之后 哎呀真是赞叹 他说对了 这夫人 你讲的没错 刚才过去的人 确实是瞿博玉 好 这个公案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这历史这个典故 跟大家讲完了 那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我们是佛陀的四众弟子 我们是要好好地修行 我们现在修的是进途法门 希望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将来能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看你有没有老实地念佛 有没有老实地修行 将来你灵命中时 你的神是离开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没有神通 你到底去了极乐世界没有 阿弥陀佛来接你没有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 你平常如果真的有修行 真的老实念佛 你当然阿弥陀佛会来接你 你到极乐世界 但如果你平常 你只是做给大家看 有人在此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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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大家不在的时候 你就不念了 心里面想着 就是今天要吃什么好吃的 哪个地方有什么好的电影要去看 你想的都是五欲六成 贪嗔吃卖 那个佛也在那念 但心里想的完全另外一回事 这个什么 心口不一 你不老实 那真的这种状况之下 你的因果报应 必然的嘛 你怎么可能去极乐世界呢 那佛陀什么 他再厉害 阿弥陀佛再大慈大悲 他没有办法接你到极乐世界 因为因果不相应 所以怎么样 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 在这新春衣食 我在这里希望我们大家 我也是 我也不是说修行的很好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希望跟大家一起 我们大家相互勉励 这个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气象 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都一起能够老老实实的念佛 在我们将来灵命中时 我们一起都能够同生极乐 将来同生佛造 好 就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各位居士大德 大家新年吉祥快乐 一切平安 我们今天这一年是突年 那我们说啊 这个庆贺新春 天各天税 我们一个年一个年 都多了一岁了 庆贺新春各天税 鸟飞吐走 蜡进回 今年切好是吐 我们说鸟飞吐走 这一年一年呢 这个年蜡 我们说就像轮回一样 好像鸟飞过去了 吐走过去了 这个人世的无常啊 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 但是呢我们学佛 我们有皈依佛法 要怎么样呢 做断一念 缘无生 试取吉祥 安乐归 就是我们呢 很高兴能够来学佛 依子佛的教诲 那念念的生命 年年的轮回 春夏秋冬 好像呢 这个没完没了 可是我们学佛 能够呢 试取看到这个姻缘生 姻缘妹呢 做断一念 我们的心知道 要有这个波罗尔的智慧 我们的心知道呢 试取吉祥 安乐归 我们的心知道 最吉祥的不要随着这个原生原妹呢 忙忙碌碌 不知道方向 我们知道 医子佛法 医子 这个世尊 我们知道 要呢 念佛 要观这个无常 要观这个无生 要 不失 持戒 要 取这个 最吉祥 最安乐的 又诵经 又念佛 我们大家要听经文法 必定能够时常 心中吉祥充满 把乐充满 把我们这个念念生命 虽然是一年一年的过 但是呢 忙者自忙 闲者自闲 我们心中自有一把尺 能够面对这无常的世界 那就是我们能够呢 这个 试取吉祥 安乐归 最吉祥的 我们来信佛 听经文法 我们来呢 好好的念佛 好好的呢 在布施慈戒 利益众生 无社会当中呢 把握这个胡慧双修 念念能够增长这个胡报 所以在这边呢 就很简单的 用这个祭送 跟大家勉励啊 说呢 庆贺心春各天岁 鸟飞吐肘 辣尽回 坐断一面 缘无声 四取安乐 念佛归 阿弥陀佛 大家吉祥快乐 一切不会增长 幸存如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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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生能够作为佛弟子是最大的福报 阿弥陀佛 这个福法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不因为时间有所改变 那信佛 要紧 修福 修慧 所以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 富持三宝 再来 在家里面呢 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功课 这样呢 福慧 双修 我们的日子 每天 都是吉祥 平安 那就太殊胜了 所以新的一年当中 鼓励 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 富持 供养三宝 再来 就是要好好的 在福法当中呢 学习 这样我们的生命呢 就不断不断的 往上提升 那就是真正的吉祥如意啦 新的一年当中呢 大家的希望 都能够圆满 和家平安 阿弥陀佛 祝位大众 大家新年好 吉祥如意 一切顺利 佛法出现在世间 这是世间的福报 那今年是 开始的一个阶段 我们的道心 也是要 相续不断地花起 我们知道 佛法能够 让人 转凡成圣 绝而不迷 正而不斜 静而不染 善而不恶 因此 佛法能够让我们 在修学当中 聚聚了 无量的功德 那有印就有果 将来 你也会获得 这些 善报的一个结果 我们 清楚 佛法所讲的 人生是难得 佛法能够 佛法难逢 时光易度 到夜难成 那么 时间 假使啊 我们不掌握的话 就会很快地消失 所谓的 人命无常 过于山水 那我们啊 更是要 珍惜 人生 用它来成就 道业 那这样子啊 我们在 佛法上 必然 会有成就 在这里 大家互相鼓励 道心 坚固 道业 圆满 阿弥陀佛 诸位联友们 大家好 将要迎接 新的一年 又有新的展望 迎接未来 需要三宝的 富佑 经论中说 佛陀 正法 生且 三宝 功德 具足 第一吉祥 归一佛者 得大吉利 作业心中 不离念佛 归一佛陀的人 得到大吉祥 大利益 白天夜晚 不离开 意念 阿弥陀佛 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 第一吉祥 归一法者 得大吉利 作业心中 不离念法 归一佛陀 正法的人 得到大吉祥 大利益 白天夜晚 不离开 不离开 意念佛陀 正法 端正 身心 第一吉祥 归一生者 得大吉利 作业心中 不离念身 归一生且的人 得到大吉祥 大利益 白天夜晚 不离开 意念 生且 互持佛陀 正法 久住世间 第一吉祥 若有归一 佛法身 受持五戒 互持清净 戒恨的人 佛陀说 彼人善根福德 无量无边 祝愿大家 新的一年 受到三宝的庇佑 是为最吉祥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技术提供 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人家说 新年新起床 独孤母新喜旗翁 迎春六合万事兴 年以后就好运转 好心情 心准善念一切改美好 对一切寿命 我们都要生改 把过期无路的 这些烦恼无闻 我们都要向他奉下 把好的方便 都要向他劳下 继续来静静 对未来 我们的穿完信心 坚定我们的信念 有活力 有条件 有目标 还有方向 认真打拼 分发度共 最正硬 所以说一年只割十一春 是说一年的割位 在春天 我们就要整月 好事 提早安排 有万传的准备 就比较容易成功 一日只割十一云 就是说早上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客家人说三条多一日 就是说三个早上 就多一天出来 这就是譬如 是说时间增幅 对这个共音的这个 顶召比较重 春月不惊 秋节无所欲 银月不弃 日无所办 一春共音一春金 春金难买春共音 因为这共音输流水受伤 流向当海就不合环了 孝族不禁 诺不缩归 所以说一生只割 就是在意禁 欣赏这个透年 新的争议 竟着我们这些主义法 是先行人令 寿司无知八折幽庆 精神公采 福修康领 透年显大温 万般皆留意 福光上照耀 激庆万东春 各位珠山长老 诸位法师 各位父法居士 大家新年吉祥 时间过得很快 又一年了 那在这新春之际呢 诸佛菩萨来给各位大家呢 来迎春送福 那新的一年 我相信呢 大家都想 这三年的疫情呢 那未来我们到底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变化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的心态来面对呢 我们佛法来讲 以不变为应变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面对的这四间三年的这个疫情呢 我们要深深的体会 世间的无常 我们三年让我们体会到 我想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无常 所以也因为这个无常 让我们更要加紧的用功 我们是生命的过客 那在这个生命当中呢 我们要如何 在这一生当中 面对的所有的环境 我们要怎么的去面对 当然就是要清静善知识 要听经文法 要习修禅定 要广结善缘 一定要修福德 所以很多人 他一直希望能够改变他的命运 其实呢 命运就是业力 业力要从哪里转 从心念转 你的心念一转 你的业力就跟着转 我们从恶的业力 我们这一面的心 马上发了菩提心 这个业力从恶的 马上就转为善的业力了 所以善因缘就会现前 所以如何广结善缘 就是要懂得修福修德 无善不修 无恶不断 那这样子呢 我们不管面对到什么的境界呢 我们这个心呢 都到处都是安 安 我们的心就能够定 来自有定 就能够有智慧 所以所到处之处呢 绝对都是吉祥 碰到任何事情 有定又有慧 就能够逢凶化吉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面对的新的意念 大家都要懂得去发愿 那发什么愿呢 无善不修 无恶不断 这个就是真正的愿 只要大家都秉持着 这样子的一个愿 以愿来为道行的话呢 那各位 我们每天都是快乐 每天都是幸福 每天都是吉祥 因为我们都在善法中 都在清净善知识中 任何的世间 一切的无常的对变 对我们也产生不了作用 因为我们有定 有有会哦 所以新的一年 大家只要秉持 这样子的来发愿呢 我相信呢 年年都是新年 年年都是快乐 年年都是幸福 年年都是福报 金兔来报喜哦 那再次在这里呢 祝福大家新年吉祥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预队 南山道轩律主 在节目书中的法语 也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生 俱读人生 六根玩具 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追求佛道 勤求卸脱 勤求菩提道 那我们就白白的浪费 我们这个六根玩具的身体 以及我们辨别是非的智慧 后面继续讲 勤兽皆一知 欲乐已自知 而不只方便 围到修善事 这些勤兽 动物 他们也知道追求五欲的快乐 追求欲望的满足 追求要觅食 追求有洞穴安住 种种的欲乐已自知 但是呢 勤兽 动物 没有办法来进去于佛道 来修学善法 所以后面宣祖继续讲 既已得人生 以免自利益 不知修道恨 与彼亦何益 我们生而为人生 也得到了六根玩具的智慧 应该要勉励自己 追求永恒的利益 如果我们不知道 用种种的方便 勤求佛道 那跟这些动物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在新的一年 我们要反省 也要勉励自己 追求菩提道 从一开始的十戒 居士的五戒 八戒 比丘比丘尼 声闻的别谢托戒 乃至于菩萨的三聚境界 我们要好耀 恭敬 尊重 学习乃至于持守 进一步在禅定 以及思维佛陀 卸托的般若的智慧上下功夫 借定慧 乃至最后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 让我们的烦恼渐渐减少 让我们的善法之良 圆满的增上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白白的 空过光阴 也不会浪费我们这个宝贵的人生 所以祝福各位 新的一年 诸事吉祥 一切如意 无亮光 无亮寿 阿弥陀佛 所有的智慧大德 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金龙山法轮禅士 在本山远通法师 在此向所有的大众 祝福你们 在新的一年 大家能够出入平安 福慧增长 家庭幸福圆满 那所做的事业呢 事龙工商百业 都能够如意吉祥 财源广进 会有贵人来赴此 那在这边 以此一个新的一年的到来 那也齐情祝福 祈求我们呢 这个国泰民安 那所有呢 山灾巴烂呢 皆能够消除 或者呢 全能够远离 那在此 无尽的感恩 新的一年的到来 也祝福 所有的大德大众们 你们也都能够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祝福 大家平安 健康富贵 人满吉祥 祝福你们 新的一年到来 能够呢 作业六十恒吉祥 祈求国泰民安 山灾巴烂 能够真正的 降到最低 而能够真正的 让整个国家 社会都得到 祥和利乐 祝福你们 大家呢 新的一年 大家如意吉祥 福寿安康 富贵平安 和乐幸福圆满 感恩 无量受佛 阿弥陀佛 祝福全日 这个地方 发志福 方丈 果会 新年一年 祝大家健康 快乐 平安 幸福 法国山今年 为大家 为社会大众 提供祝福的主题是 福慧自在 修福修慧 大家平安健康 烈度万行 人人身心自在 疫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 也可以说大家 都希望自己平安健康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佛法告诉我们 事实上我们外在 环境的病毒的根源 是来自于我们 人类 自己的病毒 所谓自己的病毒 就是我们 口译 生液 所产生的病毒 所以我们要 祝福修慧 就能帮助我们 平安健康 怎么样的平安健康 我们 就是 创办的圣人师傅 告诉我们 心安 就有平安 那么 有一句话叫做 烦恼 消归自信 那么 让自己 减少 生口义 所产生的病毒 我们就能够平安健康 来告诉他人 用修福修慧的方法 来减少 他人 生口义 三叶所产生的病毒 那就是在 修福 所以修福修慧 就能够让我们 身心自在 那第二句万行的意思 就是我们 以奉献的心 以利他的心 帮助他人成长 帮助他人 健康 平安 那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 身心自在 他人 也身心自在 特别是在今天 我们 就是 人类 科技文明 所带来的方便 那另外呢 就是造成我们 一种生活的一种 竞争 压力 甚至对立 冲突 所产生 种种的 一种 烦恼 那我们能够 那我们能够以 之辈没有敌人 之后不齐烦恼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让自己呢 身心自在 他人呢 也身心自在 还有就是呢 身心放松 非常的 非常重要 我们学习学地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放松 我们心理就能够安定 还有身体呢 也比较不容易呢 产生种种的毛病 那就是我们 帮助自己 健康平安 帮助他人 健康 平安 所以我们 满下 2023年 就是 福慧之展年 我们呢 共同 来祝福 修会 大家 平安健康 热度万行 人人 身心自在 来共同呢 来祝福 来呢 回向 更重要的呢 来呢 实践 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身心自在 阿弥陀佛 各位善心 各位朋友 绿回春见 心缘 肇起 持久迎心 家福临门 此此 回某 青春佳姐之计 我谨 代表玉佛禅寺 全体生众 给大家拜年了 恭祝大家 万事顺意 玉兔成祥 守善纳福 岁韵兴旺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江山锦绣 雾富民风 国运昌盛 繁荣富强 死子鬼某 玉兔当税 玉兔饮于 贵树中 玉兹有折贵之招 故说 玉兔成祥 兔在传统文化中 常有 温和 调辱 积敏 灵慧的寓意 这给我们学佛的启发 辨识 要把这颗被烦恼 束缚 而硬化的 繁复心 给解放 新的一年 修一颗 柔和的心 让我们以 更宽容 更开放的心态 接纳和包容 外境的变化 无论 面临 顺境 还是逆境 都能够 散观缘起 机敏 通透 动静相宜 张词有度 如何让心 变得更加 如何呢 关键是要放下 以自我 为中心的念头 当思心 消融 慈悲心 升起 如何中 便能生长出坚韧 令我们坚定 对美好世界的信念 拥抱出心 砥砺前行 最后 希望大家 常回家看看 多勤进三宝 勤行六度 福慧增长 平安喜乐 日历常年 奥美陀佛 祈皇禅宗 家天下 佛教大师 孟华梅 大家新年好 我是天下主庭 五祖师为道 新春佳节 我在主庭 为你 送祝福 断走私加倍 善性护法 在新的一年里 养性成中 善业成就 守本真心 人寿年峰 在此 我们共同 祈乱 祖国风调雨顺 极易涌出 祈乱世界活平 众生安宁 同时 祈乱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发喜充满 福慧俱真 阿弥陀佛 楚天禅风 假天下 唯独东山一法门 我是天下主庭 五祖师通儒 东山五祖 自古就是求福 求慧的圣地 孕育了五祖 六祖 两位禅宗祖师 至此鬼某 新春佳节之际 我在 福慧圣地 五祖寺 为您 送出 最真挚的祝福 祝愿 一直以来 关心 支持 五祖寺的 各位 弹乐信师 大德居士 社会各地人士 不为成劳 鸡贤居的 愿新的一年 您和您的家人 平安顺随 身心康泰 不会圆满 欢喜 自在 阿弥陀佛 不到东山 开正眼 惠能 游世 砍柴人 新年 吉祥如意 我是天下主庭 五祖寺 接围 一千多年前 神秀大师 在 五祖寺 南郎 留下 寄语 时时 情图事 务时 惹尘埃 而后 开启了 禅门 北宗 在新的一年里 愿我们像 祖师一样 时时 服侍 不惹 尘安 转时 诚挚 精进 勇猛 祈愿祖师大德 加持 你和家人 身体安康 工作顺利 事事顺心 无忧无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新年好 我是天下主庭 五祖寺法政 六祖慧能大师 教会我们 本来无一物 何处 惹尘埃 在此持旧迎心 祈福那祥之际 我在东山主庭 向一直以来 发心护持 祖师到场的 义工菩萨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愿各位义工菩萨 心无所助 清清静静 祖庭兴盛 云内的付出 密不可分 祈愿祝佛菩萨 忽悠何家人 无贵无量 身心安乐 顺缘增长 诸事原成 新年好 阿弥陀佛 我是天下祖庭 五祖寺 同藏 一元父始 步步高深 至此鬼卯酷年新春 我在白莲风下 祝福您 面面自在 年年吉祥 愿三宝加持 祖师加倍 您和家人 同身化吉 善缘增长 不至心灵 所愿速成 新年快乐 太步欺人 新年快乐 兔飞猛进 新年快乐 大展红兔 新年快乐 扬眉吐气 新年快乐 钱兔四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